加顧一下 炸得壞嗎 我們現在是負評飯店 可以顧好的 可以顧爛的 所以如果它被炸開 我開最貴 最豪華的給你們住 操 對不對 我像是那種 輸了會不認帳的人嗎 當然 我像嗎 加告 我是古阿默 歡迎收看我們全新的企劃 2023的負評飯店 在這個節目裡 我們會到世界各地 尋找當地Google上面評分 最低分的住宿空間 誰的評分最低 我們就住誰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萬里 在它這個萬里的海岸線呢 這裡充滿了很多海底溫泉 所以就衍生出很多 溫泉飯店 我們今天就要找當地一間 最低分的溫泉飯店 來體驗看看 然後在這個新的節目裡 我們也有全新的助理主持人 來跟我互相搭配 讓我們掌聲歡迎 台灣阿成 大家好 我是台灣阿成 綽號大軍 興趣是在 迷路法庫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找到的 Google上面評分只有3分 是當地最低分的 溫泉飯店叫做 萬里仙境溫泉會館 好 網友給他什麼評論呢 夜奉品 設備老舊也沒有修塞 許多地方發霉 又臭又像鬼屋 Cony 一開門就有一隻大蟑螂 往外面跑 哎呦 大蟑螂大的 聽起來就蠻可怕的 蠻驚悚的 小敏 龍燈此生拒絕在入住的名單No.1 房內浴室 慘不能堵 到處都是污垢 刷也刷不乾淨 這輩子第一次住到溫泉會館 沒有想泡溫泉的意願 反正就是踩到一個大地雷阿 莫馨宇說606房間很差 地板凹下去 沒有逃生路線 六屍亭 住過最爛飯店沒有之一 走廊滿滿的潮濕味 進入房間更慘 沒位撲鼻而來啊 哇 我比較在乎的是 他說沒有逃生路線 現在我們就去實際考察看看 考察一下 好 你要講啊 Let's go 對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萬里仙境溫泉會館 從外觀看起來 還滿有模有樣的 真的 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差啦 對 只能說 它這個好像是溫泉街是不是 到處都是溫泉飯店 滿熱鬧的 剛好它分數最低啦 嗯 所以我們來欣賞一下 你看門口還有停車場 對 算是滿方便的 對 它後面也有停車場 我們的車子停在後面 嗯 哇 誰 剛剛是誰把他說話 你喔 嗯 怎麼了 你很震驚 那電梯有玻璃啊 唉 我平常是放人家回去啦 就玻璃有電梯 然後就做 怎麼做 今天要真的要好好的補償你 現在我們介紹的這間是 萬里仙境溫泉會館 307號房 我們平日的價格 一個晚上是2000元 但是它這上面有寫4800 我猜是假日的價格 然後因為剛剛在評論上面有看到 有人說沒有逃生路線 所以我們一來的時候其實有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它也有放逃生路線圖 它坐電梯上來之後 電梯在中間兩側 都是逃生樓梯 然後電梯旁邊 就是消防設備滅火器 對 再來它這個門呢 很特別 我們住這麼多副平飯店 對 進來之後你要自己做鎖門這個動作 外面才會打不開對不對 對 不用 可是這邊呢 你看它裡面是完全沒有上鎖的地方的哦 你靠起來 它外面就是打不開 就鎖住了 不能說很獨家啦 只能說副平飯店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遇到好 再來看一下衣櫃 衣櫃呢 你看它這個灰塵 看起來 雖然玻璃有一點髒 但灰塵你剛這樣摸你覺得 我算覺得乾淨 對 以富平飯店來講 他灰塵算少的 空氣呢 我們剛一進來 你覺得空氣 我覺得還ok 對 他蠻喜歡的 他一進來就一直說 有檀香的味道 我是沒有到覺得有檀香啦 可是也沒有什麼異味 沒有梅味啦 對對對 他也沒有特別噴什麼奇怪的芳香劑 就是很一般很Peace的空氣 對 繼續來看我們的衣櫃 打開來之後 裡面有一件外套 誰的外套呢 我的外套 從我敢把外套掛進去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衣櫃 看起來是令我放心的 但比較令人不解的是 他這個衣櫃下面有一個隔間 小隔間不知道幹嘛的 可能是要放行李下去 有可能 很不會 他這個衣櫃的門皮 看起來維持得滿完善的 可是下面又有一點掉漆 你覺得是什麼狀況 我覺得應該潮濕啦 那為什麼上面沒有潮濕 還是有沒有可能 他上面有修飾過 有蠟 可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他的擦 擦的表面 但是他這邊都沒有擦 你看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 其實正常就是不會擦這裡的灰塵 這個位置上面之所以沒有灰塵 是因為我們一直開開關關 被我們擦乾淨了 有可能 可是也蠻多直接在飯店工作的網友 有跟我們留言說 說本來就一般不會去擦這裡啦 會把常用的東西整理好就行了 對 再來看一下衣櫃旁邊的櫃子 三格 先看最上面 他把吹風機放在一個 玻璃格尖裡 吹風機待會我們再測試他的溫度 看一下中間放什麼 這個茶壺怎麼油油 熱水壺 油耶 喔 有人的手可能油油的 然後他要這樣子去開 所以手油油的這裡摸久了就油油的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油呢 不會太油 哇裡面蠻精彩的 我以為是誰喜歡擦乳液 那種乳液的油油的 對 美女的乳液 怎麼樣聞起來香不香 可是 以這個味道來講 臭臭的 對 應該 喔 有耶 誰啊誰吃泡麵 手油油的摸了也不擦乾淨 應該蠻常使用的 裡面的底都有那個污漬 煮久了燒起來的感覺 對 賈搞那以這個熱水壺的外觀 和內觀來講 你覺得你會用嗎 我會 你很挑剔耶 嗯 你怎麼那麼挑剔 對 最後看一下冰箱 冰箱門看起來很髒 裡面呢 裡面來看一下 我啊 呃 沒東西 那是什麼 他這個應該是溫度開太底的 結冰啦 你剛剛一打開門的時候 我以為他放了什麼毛巾在裡面 我也以為 下面有製作冰塊的小盒子 賈搞那這個小盒子 你看起來會想要用他來製作冰塊嗎 也不會 你好挑剔喔 看一下冰箱旁邊有一個小櫃子 欸 他都維持的蠻好的 就是很新耶 可是 蠻奇怪的 你看外面看起來不新吧 有很多被碰撞掉皮的地方 一般的負屏飯店 就算是抽屜裡面也會很辣場 再來門口進來之後 看到的是電視櫃 加化妝桌 我們先看一下 他提供的化妝桌小板凳 這個怎麼會熬了一個這麼 是有東西比較重嗎 你剛剛進來的時候有做嗎 我沒有做的 我想說被你壓破的 沒有啦 這個地方摸起來這是什麼材質 他是軟軟的欸 他不是木頭 我覺得應該是合成木喔 那他只是因為破掉 然後木頭在外面 氧化很久或者是被大家抹久了 他抹起來軟軟的 反而被弄得很舒適是不是 而且我發現他這樣做起來很像一屁股 那如果是男生的話 玩這邊應該蠻重的喔 電視後面的桌板 灰塵蠻多的啦 可是前面他有差 欸 沒什麼問題 電視OK 盥洗用具也是一包一包的 看起來都是雙人份的 刮鬍刀卻只有一支 什麼意思 預設只有一個人會坐在裡面刮鬍子 女生就不用刮鬍子嗎 不能帶男伴來嗎 兩個男生不能 各拿一支刮鬍刀刮鬍子嗎 值得稱讚的是 我們剛一進來 最興奮的其實是冷氣 看起來是新的吧 然後他有遙控器可以調 重點是 他有暖氣或冷氣 所以我們現在調的是暖氣 在冬天開個暖氣 多舒服啊 再來看一下 桌子前面又有一張小桌子和椅子 欸 欸 你不要坐起來 被你壓壞了 欸 是你壓壞的還是 不是他本來就壞了吧 所以這又是一個什麼 控瓷型的椅子 你一個沒有注意 坐了下去 我們就說是你做壞的 唉唷 還好耶 窗簾看起來就有點髒了 跟他其他木頭有打蠟比起來 窗簾的分數是低的 還破洞 我們近期看到最糟的窗簾 這倒是最近的副平飯店窗簾都剛好換新的 對 還好 沒有 他應該是有洗 只是有點舊而已 對 問題不大 他房間沒有其他窗戶了 就是送你一個大落地窗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殺網 從他這個落地窗看出去很明顯的 這裡是山吧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蠻多那種小蟲子啊小昆蟲 那如果你不關的話他可能會飛進來 我覺得蠻可惜的啦 比較特別的是上面啦 上面的窗戶雖然也是髒 可是有殺網 好髒啊 那可以開上面的透氣 再來落地窗轉過來 我們看到的是床鋪 上吧 皮卡層 這個床很軟喔 他是本來設計就這麼軟 還是彈簧鬆掉 我覺得應該是本來就很軟 然後加上這個枕頭 可以耶 而且 我真的很喜歡兩張單人床的雙人房 就你不能一直預設 這兩個人 他是夫妻啊 或者他是情侶 或者是他們是很親密的人啊 對啊 像我們又這麼快 一人一張床睡起來多舒服啊 對啊 才不會在那裡一直碰撞很擠欸 床上有個遙控器 那是幹嘛 中控啊 控制燈光 有沒有 有沒有 很不負評耶 這個負評飯店 真的耶 他沒有資格當負評飯店 可是不能控制窗簾 沒有那麼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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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什麼聲音 他笑的聲音 你笑的聲音怎麼那麼像放屁 有錄到嗎 可是不能控制窗簾 沒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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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浮啊 我剛剛看到你這樣 怯笑的感覺 對啊 對啊 床頭櫃 灰塵有擦掉 至少 感官上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啦 你至少會以為舒適嘛 電話 電話你介紹一下 欸 唉唷 這電話還有屑屑 喔 那你不要讓它屑屑掉到你的枕頭 欸可以的 可以用 但電話是蠻髒的 建議可以擦一下啦 這舉手之勞而已 待會你幫他擦好了 假告 待會你幫他電話擦一下 可能 太少人用了 你們住宿 房間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 你會去打他的電話給客服嗎 早上會打電話來叫你起床 哪有 我們住了這麼多副平飯店 誰叫我起床 沒有啊 我們都很早就離開啦 不重要 我們來看其他的地方 欸 你的床還沒叫這個 他吹床 你一直想要強調 這個冷氣會吹到床 是什麼意思 你想要暗示的 是不是說這個房間很差 我們兩個晚上睡在這裡 會很不舒服 就是很不舒服 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暗示這件事情嗎 想要讓我們有一種 我們住的飯店很爛的感覺 是不是嘛 你已經提這個冷氣吹床 提了三次了 對 我就是不想介紹嘛 奇怪耶 好 既然家高提了三次 我們還是介紹一下吧 這個冷氣唯一的缺點 就是他對著床吹 尤其是對著 右邊這一張 但是如果睡左邊這一張床 就沒有太辦法問題了 嗯 我們晚上可以拆拳一下 贏的先選 沒關係 我們一定會贏他們 我們去睡另外一間 沒有另外一間啊 欸 今天只有這一間 真的喔 對 欸 還有兩個免洗的拖鞋 很棒 這個東西貴嗎 5塊吧 0.5塊吧 0.5塊吧 我的意思只是想要表達 這個東西應該不貴 我建議 建議啦 飯店可以去提供這個 如果你要提供那種 可以重複使用的拖鞋 也沒關係 那我建議你 洗乾淨就好 對 提一下他這裡 以前應該也是中央空調 但是壞了 或者是 我們拍部屏飯店拍了這麼多集 多次的反應 他也覺得中央空調不忍性 會不會 所以他只要換成這個 可以用遙控器 自由控制的冷氣 某方面來講 我們一直拍這個負評飯店 對台灣的飯店業 應該還是有幫助的吧 大家一起成長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東西 就是廁所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提到 到底要在哪裡泡溫泉吧 對 就是在這個裡面 喔 廁所 一開始我們先看 門上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大軍發現的 介紹一下 他這個就是玻璃鑼 原本是銀色 然後整個變黑的 這應該是腐蝕料 他猜的 沒有真的 搞不好他原本真的是黑色的 沒有沒有沒有真的 我以前做過玻璃 不是 我以前做過玻璃工程 所以我知道這個 我是不太曉得 但現在看不出來 以前是銀色的 有請材料系的同學 跟我們一起分享討論 我們先提一下這個廁所 最可惜的地方 雖然其他地方都還沒有介紹 可是 他這個聲音 應該是抽風機的聲音 就非常可惜 因為很吵 可是你看喔 佳剛你幫我把廁所的那個燈關掉 你把他抽風機關掉 這聲音好可怕 好你看 是不是一切都靜了 安靜到令人害怕 所以他打開的時候真的很吵啊 他這個是不是抽風機 風扇要修了 那個風扇 馬達 老舊了 建議可以調整一下 有點可惜啦 真的 玻璃也沒有問題 毛巾聞聞看 洗過的 也沒有什麼破損 看起來好像都還不錯 再來 往裡面走 先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空心磚 這應該是有被溫泉洗過的 氧化了 上面才會變成 這種顏色 對 但實際上呢 他才不是什麼空心磚呢 他是樓梯 你要走進去這個泡溫泉的池子裡面 樓梯對面 水龍頭 蓮蓬頭 你可以在這裡沖洗 裡面呢 先不討論這個溫泉泡起來舒不舒服 對 可是他看起來 就 很髒 滿髒的齁 可是照你的講法 他這個都是因為被溫泉裡面的物質 給弄到有一點脫色掉色 我這樣子摸 欸有鹽耶 這是鹽嗎 對啊 開始有起來泡這個澡囉 啊這個是什麼 開熱水光澡 我是用這個袋子 喔靠 熱的 這樣子 喔 冷水沒有上鎖 對 熱水他鎖很緊 應該用這個 對 防護措施 泡溫泉好像差不多都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他怕你暈倒 還有一個緊急拉鈴 啊 大君你怎麼了 啊 你有沒有問題快 我說你去醫院 等一下 都我 我們來泡澡吧 上一期就有很多人問我 說我是不是全裸 我來泡一下 這是水的東西 我非常敬業 這個水 可以 還不錯 但是這個 蓮蓬糖就到了一點 好啦 大君的味道 加米的味道 我來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有人說我吃得性不錯 我跟你講 希望不要吃 有一套 喔 這個割線就割了8個小時 你就躺在那邊 然後割然後一直發抖 然後那個時候還要吃熊 我想說我的胸肌這麼大 吃一下應該沒什麼感覺 一吃下去 第一陣我就有點後悔 吃這個要化多少錢 欸以前應該有20-30萬 這麼小塊要20萬 什麼小塊 多大 你看我的肉 確保一下 有負面負面 可能會在上面 到泡溫水 在用預防之前 有些這種大肉 一定要把它洗乾淨就會 來 剛剛沒有用空氣品質檢測氣測 現在大君在洗澡 我們就順便測試一下 蠻特別的 它的TPOC就是有機揮發物 是有一點超標的 變成黃色了 PM2.5也跑到37 整體的空氣品質是普通而已 我們自己猜應該是因為 現在在放溫泉水 然後溫泉水可能 氣體飄出來 造成它的素質有變動 會不會 不然我們自己在裡面 真的沒有覺得它有灰塵 或者是臭味 到時候洗完澡 等都冷卻了 晚上睡前我再測一次 小鳥囉 耶 好燙 這種 不會咬不 可是沒有什麼味道耶 很淡耶 是知道它是溫泉啦 滑滑的 可是跟我想像中的溫泉很不一樣 我們下次要不要去找一個很溫泉 很專業的溫泉 就下一集了 哇操 它為什麼可以跑到5000多 它幾度啊 27.5而已 欸 怎麼那麼低 怎麼在泡冷水喔 沒有啊 想泡嘛 你想泡對不對 你懷疑這個水溫嘛 你就是想泡嘛 去脫衣服 我要去泡跑的 這個你要先體驗一下 你先泡3分的溫泉 你到時候去泡高分的時候 你才感受得到差距 所以你們兩個都脫衣服進來 剩下兩條小毛巾 交給你們 讓你們圍小鳥 不夠圍啦 不夠圍 圍小小鳥 不可能 明明就沒很燙 把它拿下去 夾高去換衣服 夾高去換衣服 夾高來 要吃飯了啦 趕快來試一下水溫 很熱 超熱熱起來 對 那批貨 嗯 已經處理好了 沒有啦 我們所有的批貨是相機啦 會 加哥買了一貼新的相機 新的設備啦 真色一樣 我讓你們知道一下 這個浴缸有多深 我180公分嘛 對 腿大概120 對 身體60 是 所以我還剩下頭在外面 我的頭大概10 也就是說這個深度大概是50 嗯 以上都是 想像中的素質 猜測 你真的沒有覺得這個溫泉很奇怪 這個味道啊 我覺得它有個油夠味 就是 怎麼講 跟早缸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還是要反路沒有洗 酒沒洗 猜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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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補充一下 剛剛在介紹這間 萬里先進的時候 我們好像在過程中 一直有提到 家高跟哲哲 是不是有一種 他們要去住另一間飯店的感覺 這個原因是因為 在上一集中 我們去做一個 保險箱爆破的實驗時 我們有賭那個保險箱 會不會炸破 賭書的那邊 就住負評飯店嘛 賭營的那邊 就會住高級的飯店 那一次我是賭書的 所以今天 我跟大軍 明確地會睡在這裡 OK啦小心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去開一間 當地最高級的溫泉旅館 給家高跟哲哲睡嘛 願賭服輸嘛 對不對 我像是那種 輸了會不認帳的人嗎 當然 我像嗎 家高 像嗎 那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他提供的這支吹風機 溫度怎麼樣 火力蠻小的 溫度也中等 這就是一個很正常的 吹風機的姿勢啦 大家也不要多想 對吧 吹個頭髮而已 不至於會黃標吧 剛剛我們又討論了一下 家高他們原本要住當地 Google上面評分最高分的飯店 可是他們擔心那個分數是洗的 不準 所以他說他們要住當地最貴的飯店 我們搜尋了一下 Google上面會列出 附近飯店的房間價格 這一間 牧舍溫泉度假酒店 是當地最貴的 一個晚上雙人房3500 萬里這個地方是不是都很大 我看他幾乎附近的溫泉飯店 門口都是有停車位的 然後他一樓 是一個廣大的餐廳 對 不然我們乾脆 吃吃看好不好吃咧 對啊 吃吃看好不好吃 萬里蟹 OK 我們現在介紹的是這間 牧舍溫泉度假酒店 504號房 雙人房一個晚上3500元 當地海邊溫泉飯店 單價最高的雙人房 先來看一下他的玄關 非常的大 這裡有一扇門 這個門 他是上鎖的 如果你不上鎖 對面就會走過來 他是兩間房間的通道 對 也許你人很多 訂一排 全部都打開 會不會沒有 他最多就是兩間雙人房合在一起 至少這間房間 只有這個通往別的房間的門 對 而這個門呢 就是這個房間的大門 看一下他的材質 蠻大面的 看起來是鐵 好像是很硬的 非常有安全性 除了門口 還有一個小鎖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門口這個冷氣的遙控器 他看起來 應該是中央空調 對 或者是隱藏式的冷氣機 吊影式 他不知道藏在哪裡 對 可是他有個控制溫度 只能一顆按鍵而已 因為他不能上跟下 比較不人性化 對 但他是可以控制的 可以控制的 好 好繼續往裡面走 門口一走進房間之後呢 先看到的是兩張椅子 完整性還算有 就是有一點那個舊舊的 這邊看起來像紋路 可是另外一個方向 看起來很像是被刮到 可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OK 算是乾乾淨淨的 我這張已經 體驗一下 破掉了 真的耶破了一個大洞 應該是抽煙 抽煙要小心啊各位 我要在室內抽煙 但是他房間裡面沒有任何的煙味 對啊 也沒有異味 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麼潮濕或美味 空氣是OK的 那比較幽默的是 坐在這裡 他的電視在中間嘛 實際上 我有一半的身體 是在右邊這個櫃子的 你應該也是吧 好像有一點太近了 會有一點視線 被櫃子小小的擋到 如果再後退一點 我覺得這個距離就差不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電視周圍有些什麼東西呢 冰槍 沒有什麼問題 也沒有結凍一大塊 這個櫃子裡面有什麼呢 枕頭 空的 沒有 沒什麼灰塵 是因為萬里這個地方灰塵本來就比較少 還是它有差 有沒有聽到隔壁房間的聲音 有一群 歐巴桑 有一群小姐 女士 有一群女士 講話很大聲 討論 我想要講的是說 隔音 肯定不好 對不對 再來看一下旁邊有什麼呢 兩個杯子 它其實洗得算乾淨 可是有那個茶 茶色素沉澱是不是 茶夠 再來看最後一個抽屜 裡面沒有東西 這個就有一點 對 可能因為沒有東西 就也很自然沒有人會去清 不常使用嘛 清它幹嘛 都是因為你們不使用的關係 好不好 才導致大家懶得清 電視兩側都有 大櫃子 這一個櫃子裡面 看起來滿乾淨整潔的 衣架 好像滿有質感的 滿不錯的 還是我們太久沒有住這種分數比較高的酒店 都覺得很新奇 哇 應該要用那種老舊顏色的 才是我們習慣的販店 對 下面有免洗拖鞋 這裡有一個保險箱 保險箱應該一般人都不太會用 我是都沒有在用 會沒在用 有的會用嗎 不會 加高應該會 還會放金屬納 你就是靠著在保險櫃裡面放金屬納 才可以住這一間的你知道嗎 對 好好保護這個保險櫃 那你看一下另外一邊的櫃子 來看一下 欸 有什麼 似曾相似的外套 欸 誰把外套放在這個櫃子裡啊 是我的嗎 好像是我的欸 那裡面的灰塵應該被我擦得滿乾淨的吧 真的很乾淨 那上面呢 還可以啦 去去去 那我想要問販店業的兄弟朋友們 你們會有年中大掃除這個東西嗎 就是像 這種櫃子上方 我可以理解 我們自己在家打掃上方的櫃子本來就也不常插到 對 可是你一整年的時間裡有沒有總有插到它的時候 我蠻想知道是什麼時候的 譬如說是年中大掃除嗎 因為現在即將過年了嘛 對 是不是該插了 還是說 就從來不會去插它 嗯還是五年十年插一次欸 有可能喔 等你們分享 對 好現在看到的是 來除濕機 不過我這樣肉眼看過去它的濾網真的很髒 蠻想幫它拿起來洗一下 對 怎麼樣聽得到吧 我剛剛耳朵裡面聽Vlog 喔真的喔 你關掉給觀眾感受一下 世界都安靜了 嗯 其實就是這種小東西 可是它帶來的噪音 你雖然可能平常走進來不會特別注意 但當你仔細去注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超大聲 對 看一下它上面這幅畫 摸摸他的溝 這是一個什麼畫呢 哇 我怎麼覺得這間比上一間灰塵更多 對啊 你們灰塵好多喔 對啊你不要住啦 這很髒欸 窗簾 蠻透的看得到我嗎 老爺不要 欸 叫貨了喉嚨也沒有人會理你 不要喉嚨 喉嚨 這個窗簾 蠻乾淨的有洗過啦 對 我這樣子一直撥弄是沒有灰塵的 嗯 好不好 加分 這個床真的很寬欸 假如我是180公分 你就知道這個床 寬達180公分 對不對 這個床好像是有比我們剛剛厲害一點 可惡 聞起來 其實都是洗過的味道 我覺得我們會有 這種一直聞被子枕頭的習慣 真的是從負屏飯店帶過來的 對啊 不然正常好像 稍微正常一點的飯店都會去清洗吧 對不對 再來我們看一下床 另外一邊的床頭櫃上面放了些什麼呢 喔 撿到一支空氣品質檢測器 那我們就順手測一下空氣 欸 蠻特別的 PN2.5竟然有40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在那間仙境 也是40 可是走進來真的沒有異味 肉眼看過去也沒什麼灰塵 對啊 可是PN2.5就是黃色 我們去很多不平飯店 他可能都還是綠色的喔 對 味道很重 對好奇怪喔 好先不管他了 反正我們又不是住這一間 你看一下床頭櫃上面還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情趣 不是情趣 有一個溫馨小燈 對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東西還不錯 他床旁邊是有插座的 可以用來 插充電器 對 幫手機充電 躺在這裡玩手機 還不錯欸 那既然躺在這裡我們就順便測試一下 電數 電視看起來OK 我們現在來去看這個房間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地方 廁所 等一下 去廁所之前 我注意到這個地毯可能值得分享一下 有點髒喔 這應該是打翻了 是那種不會讓人想光腳在上面走太久的地毯 那從地板呢 我們就順便看一下天花板 其實他天花板跟牆壁這個顏色 油漆好像都沒有問題 對 就只有那一角有一點黃色 這個黃色是什麼 潮濕喔 潮濕帶來的變質 他是木板嗎 對 但無所謂啦 反正又不是我們住這裡 對沒錯 現在看到的是廁所 其實很大欸 對啊 跟我們剛剛先進的比起來 落差很遙遠 你看這個廁所大道 我們貼著牆 是沒有辦法牽住彼此的手的 浴缸 好像 比剛剛的小一點 假告 待會我們幫你試泡看看 他浴缸前面有窗簾 唉唷 這窗簾看起來是換過的 拉下來全部擋住 或者是拉起來 欣賞外面的路人 讓大家外面也欣賞你 互相欣賞彼此的body 沒錯 這裡有一個窗戶可以開 透氣 不錯 這馬桶怎麼看起來有點小 是還好 刷得很乾淨就是 因為他那個 裝筍看起來比較長 哦 視覺上的效果 視覺上的效果 欸 為什麼又是一把刮鬍刀啊 奇怪耶 那我們兩個男生是誰刮鬍子 輪流 這樣要用同一隻刮鬍刀欸 那我問你喔 你待會跟家高一起睡的時候 你們會刷同一隻牙刷嗎 偶爾會 真的假的 哇 我想說真的會的話 你們很屌欸 那不然觀眾分享一下 你跟朋友出去 你們感情很好 你們會好到 用同一隻刮鬍刀和牙刷嗎 搞不好待會觀眾 全部留言都說他們會耶 會 那我們兩個就要檢討了 這邊要檢討一下 看一下這個廁所門 他這個房間的門 看起來都很厚 就是隔音好像 不是很好 至少外面大門的隔音不好 把廁所門關起來之後 看一下後面 有一個書裝台 三面鏡子 我這次的髮型剪得還可以吧 我這檸檬頭看起來蠻高級喔 也是新換過的 對 好像比較好的飯店跟 負屏飯店的差別 就在於 負屏飯店都不修 好一點的飯店 會持續修繕 他舊的壞的東西 對 好那我們要由誰來洗澡 測試一下這個水溫跟水壓呢 對 阿不然我洗一下好了 你洗一下 對 剛好幫你們測試一下 舒不舒服 雖然我要準備去洗澡了 但我很敬業 剛剛沒有介紹到他這裡的熱水壺 小太陽 所以我還是先介紹一下 看起來外面蠻髒的 可是裡面 裡面還好 水夠比較少 晚上 用這個煮泡麵給家高吃 幹嘛 你笑什麼啊 你瞧不起我是不是 你瞧不起我是不是 你為什麼笑 你解釋喔 你還笑這麼久 你解釋 而且他的水很燙耶 欸 大君 你剛剛那邊的水壓 還有溫度適中嗎 溫度適中嗎 溫度適中壓 我這個只有很燙跟滿涼的 很尷尬耶 而且你們這裡有提供洗髮泥跟沐浴 大罐的 我就是打算在你們這裡 人用的都先用一用再回去啦 我跟你講 待會你的馬桶我也要在上面拉屎 我要全部用一輪來走 他熱水氣是不是很爛 你看喔 我這樣子就很燙了 超燙的 要調到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又很不熱 是怎麼樣啊 你不要越拍越下去耶 你為什麼要蹲下 這個是彩角布吧 嗯 我要把你的彩角布也用 像我這種 開過刀了 最適合你 喔舒服喔 有有 快要很冷的時候 你們那個金屬關節都會痛 對 像被掙扎到一樣 至於想知道為什麼他脖子裡有金屬 可以參考我們的街少爺書院 對 對 我們現在要參考 先跟去年被我們住到的 負屏飯店 負屏飯店 所以說一聲抱歉 對 不小心住到你們 沒錯 對我們就只是體驗一下 沒錯 雖然有一些地方 感覺要再加強 是 可是還是祝你們新的一年 生日新龍 也是一個曝光嘛 對不對 搞不好有人因此看了我們的影片 去祝你們那裡 欸 你知道上次我們住的那間立都 他有來留言 他說他們是去年剛接手的 是 然後他們沒有注意到空氣品質的問題 喔 那他們會積極的去改善 下面網友對他們態度都很支持 就是勇於面對嘛 欸 是不是那你看他翻新之後 搞不好去住的人 就變更多了 哇 總之 生日新龍 新的一年大家一起賺大錢 Happy 喔 這種海底溫泉的水質都是五、六千 雜質很多的意思 吹風機的溫度 跟剛剛翠大軍的那一隻差不多 他們的吹風機都不好用 還好我的頭髮很短 很快就吹乾了 現在比較正常了 PM2.5有降到綠色 從黃色降下來到綠色 因為我把窗戶擋開了 也就是說 他應該就是單純廁所 我們浴缸裡面放的溫泉水 然後有一些雜質透過水蒸氣 飄到房間裡面 所以剛剛回來的時候 PM2.5側很高 現在非常的冷 對 我們在我們昨天住宿的旁邊 山上 不知名的小溪旁 佳高說這個小溪很美 想要拍這個小溪 先來看昨天晚上我跟大軍睡的這間 萬里仙境溫泉會館 雙人房 一個晚上是2000元 大軍先分享一下好了 先講 體感啊整體 你自己睡起來的心得怎麼樣 307房嗎 來來再一次 307房 307房 我覺得他整體沒有太大問題 但除了他隔音以外 還有他的那個 我在泡溫泉的時候 他那個抽音機很大聲以外 我覺得其他都還好 我內心是給他3.5啦 那我看你的表 我們在這個富屏飯店後期 不管內心覺得住宿的地方幾分 最終還是會有一個統一的表格去填 你填出來是3.2 我填出來也是3.2 那我們很一致 他在Google上面網友給他的評論 是3分 我們兩個整體住宿來略好一些 那我自己分享一下萬里仙境溫泉會館 如果他可以把廁所的抽風機修好 不要這麼吵 會更加分 然後他的冰箱晚上我們睡覺的時候 電源是拔掉的 因為冰箱的馬達聲其實也蠻大的 對 晚上全部都靜下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那個很吵 最後就是 早上天亮的時候呢 我才注意到這間溫泉會館後方的停車場 同時也是資源回收站 所以一大早就有資源回收車來 跟很多歐巴桑 七八個人資源回收出七八死人的效果 這就讓我產生了一個心得 以後我住宿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一下 住的那間飯店 周圍是什麼東西 對 如果有很多民房啊 或者是像這樣廟啊 資源回收站啊 空地 那可能我們自己內心就要做個準備 早上也許會很吵 但整體而言 我覺得給過 我自己是認為 這算是這段時間以來 我覺得最好 住的最好的一晚 最後補充一下 他的床 我有研究了一下 應該是真的屬於軟床 他不是彈簧壞掉 可是他真的 對我來講 我覺得太軟了 我不喜歡睡這麼軟的 很可惜 但大君睡得很好啦 奇怪我平常都睡硬的 可能昨天比較累 睡得特別好 再來我們看 哲哲跟家告 昨天晚上 自己去睡的 萬里這邊 當地最貴的雙人 一個晚上3500元 木舍 溫泉度假 酒店 家告的評鑑表 停出來是3.8分 哲哲的評鑑表 停出來是3.9分 都非常高吧 平均起來 38.5 可是 他在Google上面 網友給他的分數是4.1 所以你們兩個住起來 好像沒那麼滿意 是嗎 由家告先分享一下心得好了 他的熱水很難調 就我昨天洗澡的時候說的嘛 窗戶隔音也不好 搞不好 窗戶隔音不好 是這邊的特色 你要入境水俗 對 那哲哲分享一下 住起來有什麼心得 他浴室沒有防滑 害我乖了一覺 你是往前倒還是往後倒 往後倒 那感覺滿痛的 要小心耶 搞不好也不是人家沒有防滑嗎 是你的腳有問題嗎 身體太重 對 該減肥了 都是我們的問題 都不是人家的問題 所以整體而言 你們住的是當地最貴的3500元 心情上給過嗎 還可以 還可以 我們這次來萬里體驗的溫泉 會館 酒店旅館 整體而言 我們四個人都覺得不錯 很快樂 歡迎大家也來萬里泡溫泉 真的很冷 所以先這樣子我要回車上了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這很難轉 還是你轉不動 怎麼可能 欸 毛巾 你沒帶 沒關係 我住好飯店還要自己帶毛巾 還有小條的啦 不要慌 我們兩個用大條的啊 還有小條的你們用啊 大條的用大條的嘛 小條的用小條的嘛 懂不懂啊 那我裡面用踩腳步 我也要大條的 踩腳步可以喔 睡前幾乎 不舒服 對了 摸